那么当时由于国内对我们知道对文化的这种比较不怎么关心 因为当时的任务是经济建设 所以这出路这些东西的出路只能向外跑 这时候正好是欧洲和美国最需要中国文化的时候 因为东方文化 首先我们中国的文化不间断 5000年来不间断 其次对西方人来说过于神秘 真正西方人打开这条通道是鸦片战争以后 所以香港就成了最佳的一个聚集点 文物都源源不断的从大陆涌向香港 由香港向世界各地通过各种渠道 合法的非法的各种渠道向往世界各地 那么香港呢 在这个49年以后啊 一直到70年代 这30年呢 他经济就迅猛的发展 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香港呢 四小龙嘛 我们过去说四小龙啊 就是这个有新加坡 有香港 有台湾 有韩国啊 亚洲四小龙 腾飞 所以香港的经济呢 尤其香港的这个税收是全世界最低的 所以呢 就产生了一大批有钱的 有闲的啊 这种收藏家 追求琴棋实话 收藏这个古董文丸 呃 有的人就是为发财 有的人就是为了陶冶信心 香港还真的有一大批收藏家 我们老说啊 这收藏家 跟商人的区别就在于收藏家买东西 终身不卖 由儿女去处职 儿女愿意捐就捐了 那就真的成收藏家了 儿女愿意卖就卖了 卖了你当时也叫收藏家 后面这东西 那宝物聚聚散散嘛 就散了 所以香港有很多大收藏家 过去的啊 现在还看不见啊 就过去的收藏家 就是到此没卖东西 都是死后卖的 比如这个赵松岩啊 那么这些收藏家呢 就是当地的 这个收藏家支撑了香港的收藏市场 还有一大批人呢 就是欧美的人 欧美人 欧美人有的人呢 是在香港就是工作 工作就有闲暇嘛 有休息室嘛 闲暇就去买股东 慢慢一点一滴的收集 那时候高工资的人 就可以成为收藏家 为什么 那时候那东西便宜呀 你都不要说七八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 那合理活道上很多著名的 就是那个股东店里 那股东都便宜的要死 你要今天一想 处处都是漏 随便买都是漏 那么最火的时候啊 香港有俩地儿卖这个股东 一个就是香港岛合理活道 合理活道的下面是摩洛街 摩洛街再下体是皇后大道 这三条街全卖股东 只不过品位不一样 这个合理活道都是古玩店 一家一家 再往下呢 摩洛街的是摆地摊 那里都是一到周末 热闹非凡 摩洁街种 就是你都是人多 人几人 地上全是各种古董 你要喜欢古董的人 到那特过瘾 再往下走 就是皇后大道 皇后大道有些大的古董店 都作为当时香港的 这个旅游经典 比如陈胜记 陈胜记是大的家具商 他那个店都一九六几年就印成明信片 就是作为旅游经典 那么最火的时候是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那么在九龙的香港酒店里 那个酒店有两层商场 二层和三层全部是卖古董的 那个有多热闹呢 每天早上起来 门口有排队的 你想想 这古董店门口有排队的 跟看病似的 都得排队挂号 说最火的时候 这个商店里说累的 从头到尾就是打包 早上一开门就开始打包 一直打到下边 就是不停地卖东西 那么 现在有些文献可以查 就是1970年 那国内在文化大革命中 1970年的时候 摩洛街上只有七家古董店 河里活到一家还没有呢 你想那时候很少很少 就古董是个小生意 他做不过卖酱油的 你现在真的不要认为卖酱油做不大 卖酱油 你比如香港的李景记 那酱油做的那是天下第一 你想还有老干妈 你说能一卖酱的能发多大财 人家就要发一大财 所以发大财的都是做小生意的 这个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到了72年 72年呢 才有第一家古董店进入河里活到 河里活到呢 从那起就古董店 一点一点的增加 这个河里活到呢 这个最重要的一段就是在文武庙的西边啊 这一点路两边到今天基本上没有一个空间 全部都是做古董的啊 就这一段没多长 大概几百米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增加呢 到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以后 改革开放一开始 第一 我们大量的文物外流 第二 大量的文物出土 然后这条街就变成了古董一条街 这东西怎么出去呢 咱也不知道 反正那时候文物以奔流之势的向外涌出去 涌到香港 香港经过他们啊 从新的这个这个销售啊 整理啊 最后分向世界各地 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很多博物馆里看到的东西都是当年出自河里活到 河里活到最多的时候啊 有多少这个商户呢 大概有三百家 三百家古董店很多呀 你想想你一家里停留五分钟 那就得一千五百分钟 一千五百分钟 一小时是六十分钟 十个小时六百分钟 二十个小时一千二百分钟 那就一天呗 你一天在一个店里啊 待五分钟 你全部三百家转下来 得二十四小时差不多 那么这些都经营什么呢 就是传统的古董啊 主要就是古董 这古董就包括瓷器啊 家具啊 古丸啊 很少有卖书画的 这很奇怪 就这古董店全是卖古董的 很少有专门卖书画的 有没有有啊 现在河里活到 往这个东边走 很多卖画全是卖西画的 油画的 那么这些古董店呢 他不是本地人经营 大部分还都是从大陆 迁出来的人 有北京人 上来有北京人 一口的精片子 一说话特亲切 还有上海人 有这个苏州啊 就是江浙一带的人 还有山东人 福州广东都有 他都是从大陆出去的 那么最初啊 这些店呢 都是什么客人大 是大客人 一开始是日本是大客人 日本经济好啊 日本人喜欢文化 又看得懂日本人懂行啊 所以日本人一去不得了了 那就是出手大 后来等日本这潮呢 退下去点吧 台湾就出来了 台湾人收藏呢 有意思 他一个是回台湾卖 还有一个是他进大陆卖 所以就带动了香港本地 其实香港本地的藏家 并不是很多 至于东南亚啊 当然也有 就是有大藏家 比如菲律宾啊 印尼都有啊 都有各种爱好 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港啊 世界各地的人都来 华人圈都来 所以呢 他就不缺买家 当时啊 很多外面的人 就是欧洲人啊 或者东南亚的人呢 对大陆是有误解的 所以到大陆不买东西 也不知道 大陆哪有卖的 所以都跑去香港 香港的商人几乎 俩礼拜就来一趟大陆啊 跑北京 然后都是合法的 买很多东西 非常便宜 大批的运到香港 到香港就卖了 那么 这个河里活道啊 现在因为很多人呢 都是几代人经营 我知道在那里经营的 有三代人的啊 就是他有的人就就就说 跟就跟我说 说那个时候 八十年代 其实八十年代 中后期我就开始去 河里活道啊 他说这天 这街上啊 每天早上 大量的东西运过来 都在开箱忙活啊 然后很多客人 居然一天跑三趟 早上跑一趟 中午跑一趟 晚上跑一趟 为什么 这个货物净货的速度 周转太快 一不留神 好东西就被别人买走了 所以很多客人 经常在这里 跟行家切磋交流 有很多人恨不得 就就在旁边买一房子 那时候跟今天不一样啊 今天有一东西叫手机 有一网叫互联网 是吧 随时可以发 这个信息给你看 发图片 比如现在香港出个什么东西 人家说我给你看看 一个图片 一秒钟以后 就在你手机里 看得清清楚楚 过去没这个 都是靠 能打电话就不错了 能真正打电话 不心疼钱的时候 也就不过二十年的时间 在这之前没有这事 我在那条街上 认识过很多人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已经过去的 大藏家徐展堂先生 我就是在那条街上认识的 那么当时呢 这个八十年代 国人那时候 还不知道收藏有乐趣 那香港当时拍卖的时候 就基本上是日本人的天下 日本人想买的东西 只要日本人一出手 大家只能看着 没法插手 我那时候呢 去拍卖会上看着 只能就看 根本就没有想伸手 因为那时候你没钱嘛 没钱你不可能买东西就看 第一次就是八十年代后期 大概不是八七年 就是八八年 买一件打青花盘子 然后呢 就看徐先生不停的举 最后这东西过千万 那时候过千万 八十年代过千万 比现在过亿还多呢 那时候 那个一千万块钱 比现在真的一个亿还多 现在有一个亿的人太多了 当时满场掌声雷动 鼓掌 后来这徐展堂先生 就获得了一个雅号 叫抗日英雄 因为只有他能够把日本人撤翻 一般人都撤不翻 那时候他叫我去啊 在河里活道上啊 聊天啊 逛个古董店 因为他是大买家 进哪个古董店 都有好茶伺候啊 都有人招待 然后呢 到那拿东西看 他呢是这样 他的在专业上 一开始他不行 因为你想想一个 一个成功的商人 那时间都去经商去了 他怎么可能 鉴定这古董呢 但是他有办法 他有很好的制度 他这样啊 我看你这东西了 多少钱说好了 他就马上给你开一张支票 这支票 我第一回知道 这银行的支票 有一种东西叫期票 什么叫期票呢 比如这东西值十万 我给你开一十万 就是说这个 我十万块钱我买了 我给你开一十万 但我不开今天的日子 我王后错半年 我说开半年期票行不行 那很多卖家说行 没问题 他就把这个日子 比如今天是三月一号 那就把日子改成九月一号 错半年 然后到九月一号的时候 这张期票往银行一搁 钱就出来了 保证这钱就付了 如果 这个 到时候不付钱 他有两种票 一种票呢 是银行本票 是百分之百银行付你钱 还有一种是个人支票 你的行话叫跳票了 一跳票 你这人信誉就没了 这么大的 生意人不可能为你这点钱跳票啊 所以大家都宁肯 晚拿点钱 也愿意当时把东西卖出去 但有一点 如果你东西出问题 他可以只付 这半年 之内可以只付 所以他用半年的时间开始研究 把董行人都叫来让他看 说你看这东西对不对啊 大家说这东西对的 没有问题 那好 这东西到日子就兑现了 如果人来了都说这东西 有些靠不住 这东西假的 他就跟银行一说 这张票就废了 所以我当时可羡慕 这个香港这种期票 我们到现在 中国人不开支票 现在都是银行卡吧 要不然就是现金吧 是吧 到现在我们的支票啊 就单位之间的支票 都是当天的日子 没有人开过七票 七票这个东西 对生意特别好 它等于有半年空闲时间 占人半年时间 也七票也可以开仨月啊 也可以开俩月 那随你 如果你没有逛过河里活道 你就不知道那时候 那股总店有有有多狂啊 就是你的衣技 你眼睛不够用的 为什么不够用 东西太多呀 我记得八十年代 我去这个河里活道的时候 基本上看不到中国人买 中国人就少数的几个大买家 国内没有人去啊 我去也不是为了买 我去主要是为了看 为了学习 那么当时主要的客人 就是日本人最多 其次就是欧美的 那么这事很奇怪 就是欧美的一流的商人 都收藏 日本也是这样 无一例外 但华人圈呢 一流富翁基本上都不收藏 这个很有意思啊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亚洲人 亚洲华人 华人 一流的富翁 好像对这个都不亲 都是对前亲 所以徐先生呢 当时在世界各地捐了很多钱 他在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 香港 上海 南京等等 他都捐过馆 你比如你今天去这个上海博物馆去看啊 上海博物馆的陶瓷馆上面写着 徐展堂陶瓷馆 那陶瓷可不是徐展堂先生捐的 是当年他捐了一百万美金呢 给他命一名 这馆名是他的 你比如他去这个这个加拿大 去加拿大就看这个安德烈这个博物馆里呢 有很多中国文物 他说这东西为什么不展呢 当地人说没钱呢 他说那你能不能展出来 展出来得需要钱 他说钱我捐 只要你把它展出来 结果安德烈博物馆就把这东西全展出来 徐展堂先生就给一笔钱 这东西到现在 我们今天能到那个博物馆去看见 是真的感谢徐先生 徐先生后来就是走的时候 岁数还真不大 不到七十 就是突然心脏病 就是很惋惜 他走的时候 我还写过一篇这个文章 怀念他 那么我在这个河里活道上 还碰见过这个很多藏家 你比如说还有一个大藏家 香港大藏家叫杨永德 你今天如果去广州去 我老说啊 去南越王牧博物馆里头那磁镇 全是杨先生捐的 杨先生特有意思 那人就比较豪爽 听说我去了呢 就跟我说 打电话 找人找我 找我说我请你吃饭 我请你吃饭 老说了 然后我就去了 你想香港大富翁请我吃饭 我肯定很高兴 我就去了 说约在这个这个河里活道 来在哪个号 谁的店里 一进去 他在那坐着 你想想你到了古安店里 第一件事就是特希望 人家从柜子里 从私密的地方 把东西拿出来让你看 人家拿出来看 一会儿看看这个 一会儿看看那个 看着看着 他有钱呀 他高兴说这个我留了吧 这个都不问劲的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 大买家和大商人之间 价钱是基本公平的 不能说你说这个我留了 宰你一下的 不可能 然后看着看着呢 就忘了吃饭这事了 忘了以后呢 等想起来的时候呢 就说大家对吃饭没什么兴趣 尽管是他请我吃饭 他说那饭我还得请 那怎么办呢 叫一外卖吧 叫一汉堡包 我记得特清楚 叫了几个汉堡包 还有薯条什么的 捏着就吃了 吃完了就算他请我吃饭了 世界级的大藏家请我吃饭 也就是吃一汉堡包 我在河里活道跟很多商家 都买过东西 有的人呢都走了 比如我记得 我第一次认识一个英俊小伙 叫叶伟特 二十岁我就认识他 那小伙子长得英俊呢 当时是在香港酒店 那时候他的生意还小呢 卖珠宝在香港酒店 我也不买珠宝 就是觉得他英俊 就跟他多说几句 后来他就搬到河里活道上去了 买玉器 我在那儿也买过几件东西 后来叶伟特呢就患了重病 他四十多岁吧 就就走了 就是很快走了 我现在想啊 人生都是这样 人和人之间 这么多人啊 全世界七十亿人 你认识的人都是缘分 甭管在什么条件下 你跟这人有过交集 就是你买过东西就叫交集 就是一个缘分 所以叶伟特走的时候呢 我也觉得当时我听完以后 他比我小好多嘛 至少比我小十好几岁 我就想起来就难过 就写一篇导文 我觉得我的导文集也快出了 写导文呢 是平复自己内心失去朋友的那种悲哀 所以像徐战腾先生我也写过 叶伟特先生也写过 虽然他们俩的身份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都是朋友 河里活到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那是一个中国文物的走私重地 我告诉你啊 中国有很多博物馆的东西 都是在那买的 比如上海博物馆 当时马成元啊 馆长 闲逛的时候呢 就发现了一个秀迹斑斑的青东西 是吴王夫差的一个河 就买回去了 还有就著名的大学买的一大堆 这个这个秦简汉简 我们很多博物馆啊 都悄不声的在河里活到买过文物 我也买过 因为有很多文物都是你可遇不可求 文物这东西很有意思 有的文物是有虫样的 或者有类似的 有的文物你这辈子就看见一回 你失之交臂就失之交臂 你能逮住就逮住 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东西就老想 我下回还有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东西 没有机会看到 我就宁肯多花点钱 那么摩洛街啊 摩洛街在河里活到的下面 就是所谓上面是按山上说嘛 就是他比他低一点 那么摩洛街本身也分上街下街 摩洛街呢 最好玩的时候就是90年代 摩洛街最初啊 在香港开步的初期呢 他是那些水手啊 比如印度水手士兵嘛 喜欢在这里这个吉他摆东西啊 当时香港人呢 把印度人呢叫叫摩洛差 摩洛呢是指这个这个这个头上那个毛巾啊 你知道这个印度信奉西克教的那个人呢 巴基斯坦人都脑袋上馋着 他有时候这个到现在香港人还管他们叫阿叉 就是脑袋上那个那个这么来回叉着馋嘛 咱都不会啊 叫阿叉 那么这个摩洛街呢 在这个很早 他比河里活道的古董街要早很多 他在1920年左右就开始形成了一个旧货的买卖市场 说白了吧 他就是个料地摊的 这条街根本就没多长 也就有200米吧 很狭窄 最繁华的时候 那人能走的地方就剩一米宽 剩下地上全是古董 我今天回想啊 这日子过得快 我最近老说这句话 为什么素数大了 就觉得日子就是过得快 我想我第一次去至少30年前 30年前 那个摩洛街那个景象啊 今天想起来都还激动 以后再也没有这个机会 把这么多好东西集中在一地摊上 今天河里活道的好东西 还不及过去的五分之一 五分之一都没有 甚至十分之一 现在买家也变了 过去都是这个买家啊 都特丰富 一看这欧美的啊 大高个啊 这人长得特帅 有的人穿着西服革履 不管多热 是吧 有时候还有那日本人 嘀嘀咕咕嘀咕的啊 中国人呢 也有 不多啊 香港人呢 台湾的 大陆的都有 现在去呢 基本除中国人谁也看不着 然后外国人也不怎么买了 现在你知道 没有出处的文物啊 现在欧美各国限制入境 所以那种出土的根本就 欧美人就不买 那么这种 这种新规定导致 就是这种地摊文化 就逐渐逐渐就消失了 在地摊上就没好东西了 原来我去那个香港到河里活道的时候 先去那地摊上看 为什么 地摊上经常能看你 因为地摊东西都便宜嘛 经常能看你特别重要的文物 现在没有了 那么河里活道和摩洛街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产物 它形成的原因呢 真的是极为特殊 它首先是什么呢 它是我们百年的一个耻辱 我们从1842年中英的南京条约中 就把香港岛割让了嘛 后来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又规定呢 就把这个九龙半岛也割让给英国 1898年中英呢 签了一个这个叫 斩脱香港戒指专条 它实际上就是一租约 这租约呢 就是英国向清朝政府呢 租借香港九龙 这一大块地方 就深圳河以南的这地方 一共啊 是租99年 那个深圳那个地方是什么 就那沙头角 对不对 这我都跟他都想不起来了 就这个沙头角啊 是有一阵子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 所有的跑深圳的人 都跑那沙头角那条街上去买 买乱七八糟的东西去 最没用的东西 都在那个地方买 对吧 就在那沙头角往南 这一大片地方 香港九龙 租给英国99年 这是1898年的事 那么到现在 到1997年 整整99年 咱把它收回 收回现在二十年了嘛 是吧 因为有这段特出的历史 才有香港今天特出的人文环境 才有了河里活道 和摩洛街的一个发展 那么你想啊 河里活道和皇后大道中 距今有一百七十年了啊 这个摩洛街开始卖这个破烂 卖这个旧货呢 到现在还不足一百年 但河里活真正卖古董 也就不到五十年 四十多年 到真正发达 就是这三十来年 历史就是这样 历史呢 给你机会 历史有时候也不给你机会 但历史一定给你个教训 什么叫教训呢 这我们现在想啊 我现在要回想啊 三十年前去摩洛街 去河里活道那感受啊 强烈啊 现在就后悔 很多东西为什么当时没买 当时这个那个 我告诉你一个一句话啊 谁如果能重新活一回 谁都是圣人 你要能把你这辈子活两回 先活一回 走好多弯道 办好多错事 再重新活一回 那你肯定啊 发财是个最简单的事啊 你要往回一退回去 任何人都能发财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中呢 创造了这个香港 香港创造了这个奇迹 我们讲了讲这个香港的古董 一条街合理活道啊 今天上面还有几十家店铺 大家有机会去这个香港的时候 可以逛一逛啊 那个人都比较和气啊 只要你进门小心啊 不要背着双肩包 一转时把东西蹭下来啊 蹭下来就算卖了 你去河里活道还是摩洛街 你都可以享受一下逛股东 变得乐趣 河里活道和摩洛街的这几十年的繁荣呢 实际上是有来于大陆的一个发展 我们的发展 我们的发展一定是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大家都奔着物质的 由穷变富奔着物质去去了 但是第二个阶段 当你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的时候 你就追求精神享受 古董实际上是物质和精神享受的最佳载体 所以很多人喜欢它